6月19日凌晨5点 一名女性在社交网络上控诉 多年前 一位已婚男主持 曾对17岁的自己进行过性骚扰 之后 另一位女性受害者发声 称自己也在2013年遭受过该男主持的骚扰 虽然她们并未指名道姓 但所有线索都指向了台湾知名主持人黄子角 在扑面而来的质疑声中 中午12点 黄子角在社交网站上道歉 她先后发布三条视频 向受害者与家人认错 与此同时 让人没想到的是 除了道歉 她还接连揭露13名台湾艺人的丑闻 其中包括指控大 小S 以及他们的好友柳汉雅多年前曾吸毒 主持人吴宗献爱情观混乱 欠钱不还 假性女艺人曾经追求过自己等 发布视频后 黄子角割脉自杀 好在被家人及时发现送往医院 与此同时 黄子角的一番发言如同一枚炸弹投入娱乐圈 之后的八小时里 被黄子角榴弹伤及的艺人们 纷纷开始回应 吴宗献第一时间接受了采访 他说 我的经济状况很好 很遗憾 本来还打算支持黄子角一下 他连我这个老朋友都没有了 也太可惜了 阿雅立刻发表文字声明 表示自己从未以任何形式使用违禁药品 毒品 八 小S则通过工作室发布文章 否认黄子角的所有控诉 并表示会诉诸法律途径 在文章最后 大S写道 请黄子角先生保重身体 孩子还小 老婆也还很年轻 人生还是很有盼望 请以家庭为重 早日康复 在黄子角的爆料中 他还提到一位假性女艺人 曾追求过自己 有人将矛头指向贾静文 对此 贾静文的经纪人也很快回应 我们不是当事人 一片混乱中 眼看黄子角对大 小S的爆料 汪小菲的母亲张岚 自然不会放过直播流量 事发不久 她便穿着红色套装 在直播间里放着 好运来跳舞 吃哈密瓜 上加杨梅汁 意为杨梅吐气 数据显示 在短短六小时内 张岚直播间带货超525万 另一方面 黄子角的妻子孟耿如 也接受了媒体采访 她眼眶通红地对着镜头道歉 我们是一家人 事情我们都会一起面对 一起弥补曾经犯过的错误 此时 距离孟耿如与黄子角女儿出生 刚过去13个月 嫌有人知道的是 在四年前 孟耿如的弟弟因为抑郁 结束了自己23岁的人生 如今 丈夫的试图自杀 无疑给孟耿如的人生带来又一次中击 在黄子角的独白视频中 她反复提到妻子孟耿如 称自己在遇到孟耿如的十年里 曾努力试图改变 但人生就是如此 发生的事情永远无法被推翻 就像黄子角留给那些女孩的伤害 也永远无法消失 事发之后 黄子角曾自我剖析 在她看来 自己一系列行为的源头 都来自于原生家庭的不幸 1972年 黄子角出生在台北 在她的记忆里 父母从小关系就不好 10岁那年 母亲出轨 还曾带着黄子角一起去约会 黄子角称 这件事给她的人生留下了很大的阴影 让她开始变得有些病态与变态 出轨后 母亲决定离婚 黄子角开始跟着父亲一起生活 但遗憾的是 15岁那年父亲不幸因车祸离世 巨大的人生变故下 黄子角决定不再读书 提早进入社会 1988年 16岁的黄子角 参加了华氏举办的青春大对抗比赛 在比赛中 她被综艺一姐张小燕看中 之后 她让黄子角做自己的助理主持人 以此为契机 她正式进入主持界 后来黄子角回忆起来 她说 我不知道她们那时候为什么看上我 我那时候又瘦又丑 口齿不清 牙齿又乱 但如今看 张小燕的眼光没有错 在主持这条道路上 黄子角确实富有天赋 且走得顺遂 入行之后 黄子角便在张小燕的带领下 开始登上各大节目 那时她性格开朗且活泼 尤其擅长模讽名人 渐渐的 喜欢她的人越来越多 到了1994年 她便能独挑大梁 担任综艺超级星期天的主持人 期间 她采访过正从演员转型为导演的周星驰 也采访过正在拍摄霸王别姬的张国荣 当黄子角在主持界年少有诚实 以歌手出道的大 小S 事业却并不顺遂 1994年 他们推出第一张专辑 占领年轻 之后 又连续推出专辑 天天寄出的信 和姊妹情深 都没有在台湾歌坛引起太多关注 1996年 歌唱事业碰壁的大 小S开始转型做主持人 在一次户外活动中 黄子角遇到了小S 因为气温太低 她将自己的白色西装外套披在小S身上 黄子角的这一行为 让小S碰然心动 回家之后 她问姐姐如何向黄子角表明心意 大S教了她一招 第二天还衣服的时候 在兜里放一张写着谢谢的纸条 在大S的助攻下 两人很快熟络 1996年 黄子角与小S开始交往 那一年小S18岁 黄子角24岁 那时两人爱得甜蜜 在小S眼中 比自己大6岁的黄子角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十分稳重 细致 她不仅常能在事业上为自己提供建议 对待自己的家人 她也总照顾妥贴 有一年 小S去日本上课 黄子角为了见她 曾当天来回东京 在小S生日时 黄子角还曾在右B上课上字幕S 但实际上 在性格上 两人并不合适 小S贪玩 晚上总喜欢和姐妹一起去酒吧 黄子角却喜欢宅在家中 渐渐地 他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 矛盾却越来越多 也是那段时间 黄子角和曾宝一合作主持晚安 各位观众 两个人私下开始频繁聊天 关系越走越近 多年后 黄子角曾在自传中承认 那时自己确实以移情别恋 2000年 小S前往英国游学 在伦敦 她收到了黄子角的分手电话 四年的感情走向终结 回国后 她在自己主持的综艺娱乐 百分百中 哭着祝福黄子角 无论你是不是和阿宝 曾宝一 在一起 我都祝福你 与小S分手不久后 就有媒体拍到黄子角 与曾宝一的约会画面 两人的恋爱也浮出水面 在当时 这次事件对黄子角的事业 造成极大打击 之后三四年时间里 她的形象都被贴上了出轨 复兴的标签 手上的工作也被接连停掉 后来聊起这段往事 黄子角说 这件事就像一个当头棒喝 也是阻止我少年 得知一个很好的警惕 但从时间线上看 当年的这一当头棒喝 似乎并没有对黄子角 造成足够多的警示 不然也不会有后面的故事 以及如今的彻底跌入谷底 2004年 在恋爱四年后 黄子角与曾宝一分手 谈及原因 黄子角称 因为那时曾宝一忙于在大陆拍戏 两人聚少离多 最终决定做回朋友 但实际上 两人交往期间 曾宝一的父亲曾志伟 曾公开表示 不认识黄子角 觉得他配不上自己的女儿 有一次黄子角买了新房 有媒体在采访中问曾志伟 黄子角与曾宝一是否好事将近 他冷冷回答 那么小的房子还想娶我女儿 曾志伟的一系列回应 让黄子角很不开心 还因此与曾宝一吵过几次架 另一方面 在大众的舆论中 两人这段感情始终未能得到认可 种种原因下 两人决定结束这段恋情 这也标志着 曾经那段闹得沸沸扬扬的 三角恋彻底结束 但感情结束影响还在 黄子角的事业并未就此回春 和曾宝一分手后 他又被媒体冠上分手达人的称号 每次上综艺 绕不开的永远是曾宝一与小S 或许因为在台湾口碑欠佳 如今在看黄子角的工作履历 不难发现 那几年他的大多数主持工作 都放置在了大陆 除此之外 他还开始拓展副业 尝试做设计 拍电影 与黄子角分手后 小S的事业却走得越发顺遂 由他主持的康熙来了 红遍两岸三地 甚至改变了台湾观众 观看电视的习惯 过去 晚上10点属于台湾收视率的 较低点 康熙来了的爆火 开始让许多观众 愿意在每晚10点 守候在电视机之前 小S鬼马机灵的形象 也让他在台湾主持界地位飞升 同时 他的感情进程也迅速推进 2005年 他宣布与同样热爱夜店的富二代 徐亚军结婚 婚后第二年 他生下大女儿 在小S步入婚姻殿堂时 黄子角的感情生活也没有中断 黄子角曾在采访中表示 在选择恋爱对象时 相比于圈外人 自己更喜欢与圈内人交往 因为工作性质相同 彼此能够更加体谅对方 2005年 黄子角公开表达对杨成林的喜欢 那段时间 他常会发短信给杨成林嘘寒问暖 彼时杨成林正与邱泽恋爱 对于黄子角的示爱 他在采访中回应 我觉得很荣幸 他是有才华的长辈 黄子角后来聊起此事 他说 我不知道他那时有男朋友 第二年 他搭档Selina主持快乐星期天 又与Selina传出绯闻 两人被媒体报道同游日本 黄子角还将自己的车牌号 换成了Selina的生日 绯闻传得沸沸扬扬 Selina登上抗戏来了时 小S还打趣 角角是个不错的男朋友 对此 Selina回应两人只是好朋友 没过多久 他就开始与律师张成忠约会 虽然如今Selina已与张成忠离婚 但与黄子角的友谊 确实延续至今 与曾宝宜分手后 黄子角绯闻来来回回 却一直没有再官宣恋情 直到2009年 他被曝出与歌手夏宇同约会 对方比黄子角小17岁 是他的同门师妹 因为长相酷似杨成林 台媒还给他冠以小杨成林的称号 黄子角坦率承认恋情 但没想到 对方却失口否认 坚持自己与黄子角并非恋人关系 就连登上康熙来了 面对小S的逼问 他都始终不松口 小S只好放话 你知不知道犯了他的大忌 最终 这段感情草草收尾 但黄子角确实对夏宇同的否认记恨至今 在他这次控诉的13位台湾艺人中 除去小S 夏宇同是唯一被提及的前女友 他说 夏宇同也是神经 始终不承认 我不懂啊 这些阴影都留在了我的心里 如今看 除去黄子角 再大 小S的人生中 似乎从不缺少话题 结婚前 人们关注姐妹两人的历任男友 结婚后 他们的家庭生活又开始频频创造新闻 无论是小S的丈夫 频繁被拍到在夜店与异形热舞 还是大S闪婚 具有表演型人格的婆婆张兰 以及一喝酒就会发疯的汪小飞 正式加入S家的精彩故事 在这一过程中 人们渐渐将目光转移 作为小S前男友的黄子角开始过气 他也开始回归台湾主持圈 2013年 黄子角拿下金钟奖主持人奖 也是在这一年 他被拍到与小19岁的孟耿如约会 爱情和事业都开始重启 他与曾宝怡 小S之间的冷战 也随着时间的推移 开始瓦解 然而一个人的人生或许会有高低起伏 但只要做过的事情 就不会被抹去 2023年6月19日凌晨5点 一名女性在社交网络上控诉 在自己17岁时 黄子角曾对她进行过性骚扰 事情很快发酵 黄子角出面道歉 与此同时抱着一起毁灭的心态 她还控诉了台湾13名艺人的丑闻 其中包括她的前辈吴宗宪 前女友小S和她的姐姐大S与好友阿雅 在完成一切后 黄子角喝下几杯酒 选择割腕自杀 短短的几小时里 黄子角将自己的人生 以及过去苦心经营的一切全部推翻 试图以死亡来退出这场由她引发的闹剧 不过好在 黄子角的家人第一时间发现 将她送往医院治疗后暂无生命危险 如今已转院继续接受治疗 医护人员在接受采访时 称黄子角因遭受巨大打击 至今无法开口说话 后续需要接受心理治疗 对黄子角而言 她要面对的或许不仅是所谓身心重建 她还要面对的是回不去的演艺圈 以及赔不完的违约金 丑闻被爆出后 黄子角的多个代言被暂停合作 将面临高额赔偿 或许正如台湾媒体人陈文倩对此事的评价 演艺事业是天堂和地狱的组合 今天你又是万人迷 收入年薪数千万 明天你跌至黑洞 成为死亡之星 什么都没有了 黄子角给那两位女星带来的伤害 已无法被抹去 但希望她的人生能够成为某种警示 天堂与地狱就在一念之间 而这一念只要一旦成真 就无法被抹去 无论过去多久 无论你是否后悔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感觉没有印象出现